- 台幣的新高 - 台幣的新高 - 各位观众大家好 - 我是主持人仙华 - 欢迎收看本集的Videop -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- 最近台币已经升值到了 - 二十三年半的新高了 - 这代表什么呢? - 代表我们在国外买东西的价格 - 就是二十三年半来的最便宜 - 那对于有些年轻的观众来说 - 那可能就是你有生以来最便宜的价格了 - 不过呢就是大家现在不要傻傻的一股脑把台币全部换成美元啊 - 或是疯狂的刷卡啊 - 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达人 - 宝可梦 - 宝可梦你好 - 大家好我是宝可梦 - 哇现在已经持有全台湾最多的信用卡 - 已经超过508张了耶 - 所以呢对我来讲的话就是 - 喜欢刷卡喜欢赚回馈 - 然后也要把这个好康秘境分享给大家 - 大家好我是Judy - 然后我是从小到大都只有一张邮局金融卡 - 然后是因为就是开始上班之后要领薪水 - 才勉为其难的办了银行账户 - 然后才有一个信用卡的金融白痴 - 然后今天就是来天天看 - 然后我平常的消费习惯是在iTunes上面买东西 - 然后买歌 - 还有在日本的网站上面买一些书籍- 然后平常的话都是以钱金消费为主 - 所以网路上看到比如说3980日币 - 所以我刷下去要花的钱可能不是那个金额 -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汇率是比如0.28好了 - 但也许你三天后你收到的账单却是0.285或者0.29有差 - 但这是有可能的 - 因为它的汇率其实不是每天都一样 - 它是会有波动的 - 所以可能中间还是会有点时间差 - 你可能会便宜 - 你也有可能会变贵 - 那像是Judy喜欢在日本网站买东西的话 - 那它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Master跟Visa - 没错 - 因为JCB是从日本出来的发卡组织 - 所以它的汇率其实普遍而言都是真的比较好的 -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像Judy她喜欢在日本买东西 - 不管是线上或是实体 - 都建议一定要有一张就是JCB的卡片 - 那这样你再刷卡的汇率比较好 - 不论是不是双B卡 - 其实它的汇率都会远比Visa跟Master还要好 - 但相反的 - 如果你是常常在美国或是欧洲买东西的 - 那请你不要用JCB卡 - 因为它的汇率就非常的烂 - 要多两组密码要寄 - 不过我会加油 - 我跟你讲两张没有很难 - 我都508张的 - OK的 这样没有问题 - 没有问题的 - 我觉得双B卡很好玩 - 是早期银行推出这个产品 - 都是针对商务客 - 因为它的所谓的发卡成本很高 - 所以它都会要求 - 比如说你要年收100- 200才能办 - 但现在整个情势逆转了 - 因为美金便宜 - 然后大家又有换汇需求想要出去玩 - 或者是想要用便宜的美金来买国外的商品 - 所以现在币贝卡就会变成是一个限权 - 大家都很喜欢 - 它的特色就是说 - 比如说我用的是美金双币卡好了 - 我的美金账上有多少钱 - 到时候账单出来就是直接扣我账上的美金 - 所以你要的就是有台湾的台币户头 - 然后还有美金户头 - 目前大概有八家 - 像我们自己最主流的 - 比如说像那个中信啊台信啊 - 这些银行其实都有 - 像永峰然后玉山其实都有 - 好我举几个例子 - 第一个当然是永峰 - 因为永峰它最近真的很强 - 我这边手上有三张 - 它的双币卡 - 一个是美金的 - 那你看美金的 - 它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 - 像它这个欧元就是巴黎铁塔 - 日元的话你看这个 Judy一定要看 - 这个就是富士山 - 所以它其实就是都有特别设计还蛮好看的 - 那卡面是其次 - 重点是它的优惠 - 如果你有在你的外币帐上换汇等值一元新台币的话 - 你只要有做这个换汇的动作 - 那么你用这张卡片来刷 - 你在这个行动支付就是8% - 那你在海外是9% - 我这边再推荐一张 - 这是这个应该是玉山的 - 玉山的日元双币卡 - 你有看到吗? - 它非常的漂亮 - 它做的很有质感 - 但是呢 - 卡面好看不能够吃饭 - 我还是要讲一下才能回馈 - 那这张卡片就是说 - 如果你是在比如说日元 - 日元计价的网站买的话 - 你是可以免到1.5%的手续 - 那一个刷币卡 - 我可能会考虑因为想要搬 - 我会提醒你就是 - 你在你平常的开支里面 - 如果是有现金的部分 - 你去衡量一下 - 到底可不可以刷卡 - 如果可以刷卡的话 - 你其实也可以用一张五导卡 - 比如说J卡就直接有3%了 - 那你就更不用花脑筋去想 - 谢谢寶可夢 - 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 - 那希望Judy就是回去好好 - 做好我们的交办事项 - 然后踏出我们仇之理财的第一步 -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了 - 谢谢各位的收看 - 谢谢 - 我们下次再见 - 拜拜 - 李宗欣